乾陵最重要的三座陪葬墓 为何相隔有序 一字排开 三位墓主都是死于武则天之手 为何还要来陪葬乾陵 排在首位的这座陪葬墓 在结构上与另外两座 有两处微小却又明显的不同 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墓道壁墙上的这幅巨型壁画 为何被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 国宝级珍贵文物 当年的这些壁画 究竟又是如何被从墙壁上揭取下来 搬移到博物馆里的 大家好 本期视频 我们来一起实地探访 乾陵所有陪葬墓中最为显赫的一座 义德太子墓 这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 乾陵的梁山主峰 这是乾陵的两座乳峰 在东南方向的这里 就是义德太子李崇润之墓 在义德太子墓东北方向不远处 是他的妹妹永泰公主墓 还有他的二白张淮太子墓 这是乾陵最重要的三座陪葬墓 占据了乾陵17座陪葬墓中最好的地段方位 而这三座陪葬墓自身之间 也是严格按照规模形质等级来排列布局的 这是乾陵的主峰和两座乳峰 这是义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 义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 都是属于浩墓为零的帝王级别形质 而其中又以义德太子墓的规模最大 级别最高 张淮太子墓则是属于王侯级别形质的墓葬 这三座陪葬墓都是属于迁葬 都是按照唐中宗李显的旨意修建的 义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先慧是唐中宗的亲生儿女 张淮太子李贤是唐中宗的亲哥哥 这三座陪葬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营建完成的 公元706年6月8日 义德太子入葬 7月2日永泰公主入葬 8月13日张淮太子入葬 现在我们来看义德太子墓 这座墓葬在1971年时与张淮太子墓同时被考古发掘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墓葬的布局 这是墓种的封土堆 呈腹斗形 底部边长约56米 高约18米 封土堆南面约100米处 还残存有一对土雀 土雀的南面 东西对称劣质者一对石狮 三对柱剑石人 两对石阳 一对石柱 墓园四周 当时修筑有高大的围墙 墙源南北长256.5米 东西宽214米 来看一下墓葬的结构 这是地面上的封土堆 地下部分由墓道 过洞 天井 便房 前涌道 前室 后涌道 后室组成 全长100.8米 再结合抛面图 从侧面角度看一下 这是封土堆 这是墓道 这是过洞 这是天井 这是便房 这是前涌道 前涌道这里 当时装有一道石门 这一点与永泰公主墓 以及张淮太子墓不一样 后两者的这里 是一道墓头门 这是前室 这是后涌道 后涌道这里 装有一道墓头门 而永泰公主墓 以及张淮太子墓 在这里的 则是一道石门 这是后室 光果就是位于后室里 接下来 我们就前往实地 零距离探访 说到义德太子李崇润 就不得不说起 他的父亲 唐忠宗李显 李显是武则天的 第三个儿子 他的两位哥哥 李红和李贤 都是死于他们的母亲 武则天之手 所以 李显对他的母亲 武则天 十分拒位公诺 唐高宗李治嫁崩后 李显继位成为唐忠宗 不久就被武则天 废除为庐陵王 贬出长安 在湖北的丹江口 及房县一带 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 公元六九八年 李显被武则天召回京城 重新立为太子 为了与母亲搞好关系 李显将女儿李先惠 嫁给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姬 成为魏王五成四的儿媳 此时 武则天已经76岁 他的两个男宠 张一芝 张昌宗兄弟 几乎把持了朝政 李先惠和丈夫武延姬 以及哥哥李重润 对二张的飞扬跋扈不满 私下窃议 反被张一芝兄弟 污蔑陷害 告到武则天那里 武则天大怒 逼令三人自尽 这个惨案 震惊了朝野 也为张一芝兄弟的覆灭 埋下了伏笔 终于在不到四年后 爆发了宫廷政变 公元705年2月 趁武则天生病之际 宰相张俭之 联合五位郡王 杀掉了张一芝 张昌宗兄弟 第二天 81岁的武则天 迫于压力 下诏令太子李显监国 恢复国号为唐 退位之前 武则天为自己做了一个 重大而又聪明的决策 要求死后 以皇后身份 陪葬唐高宗乾陵 同年12月 武则天驾崩 唐忠宗李显继位后 追封儿子李重润 为义德太子 追封女儿李先慧 为永泰公主 将儿女的墓葬 从洛阳迁回 陪葬乾陵 并将墓葬的规格 提升为零 以弥补 对儿女不幸的愧疚 同时 又将哥哥李贤的墓葬 也由四川八中迁回 同样陪葬在乾陵 至此 生前经历了跌宕起伏 血雨腥风 骨肉残杀的一家人 死后又团聚在了 以唐高宗李治为首的 这位大家长 好班长的身旁 前面这里就是 木道口的位置 考古发掘后 在上面加盖了 保护性的建筑 唐易得太子墓 靠右边这里 就是木道的入口 木道这部分 长约29米 坡度约为18度 木道入口这里 靠墙已放着 两个石门的门扇 这是涌道处 那道石门的门扇原物 上面镌刻有 极其精美的文饰 稍后会为大家展示 木道入口处 两侧的壁墙上 当时会有 着铠甲穿战袍的仪仗队 由于接近地面 仪仗队已经脱落 考古发掘时 仅残存一些铠甲残片 紧接着 在东西两壁上 分别绘制有大片的卷云 以及在云间腾飞的青龙 和威武的白虎 青龙和白虎的上半部分 也已经脱落 这是东壁上 青龙及卷云的 临摹复原图案 青龙白虎过后 两侧的壁墙上 各绘制有一面 巨幅的雀楼仪仗图 这是东面壁墙上的 整体临摹复原图案 以山鸾和松柏林墓 为背景 前面是雀楼 以及与雀楼相连的城墙 城墙内 绘制有大批整装列队 准备出城的仪仗队伍 包含步兵仪仗队 骑兵仪仗队 和车马队伍 东西两壁人数 共计196人 阵容庞大 气势非凡 这是两座雀楼图的 原济真品局部照片 雀楼样式为 子母三出雀 四个雀楼并立 屋顶为五殿氏 属于帝王才能享有的 最高级别 在雀楼屋顶的两端 可以看到痴尾 痴尾始于近代 隋唐时已经比较普遍 传说是象征大海里的一种 能治与灭火的神兽 用在屋顶上 可以避火消灾 雀楼的屋身 面阔 近身各为三间 四周有回廊环绕 雀楼图的整个绘制 丝丝入扣 细致全面 雕梁画动 华丽庄重 这组雀楼图 是属于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 国宝级珍贵文物 这是仪仗图的原济真品局部照片 仪仗队卫士 军头戴福头 身穿圆领长袍 腰配件囊 脚穿长靴 这幅画可以说是 太子大朝时的情景再现 场面之宏伟 人物之众多 是唐墓壁画中极为罕见的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墓道的尽头 紧接着的是过洞 过洞呈炫拱形 象征着墓主人生前所居 一道一道的宫门 现在经过第一个过洞 这座墓葬一共有六个过洞 当年在这些过洞和天井的两侧壁墙上 绘制有多种题材的壁画 训报 驾鹰 宫女 内饰 第一和第二天井的壁墙上 绘制有四组列戟图 共计四十八戟 四十八列戟是帝王级别的最高等级 现在经过第一个天井 这座墓葬一共有七个天井 现在经过第二个过洞 从这里开始 每个过洞两侧的壁墙上 早见有一组变房 这与前面两期视频中 大家所看到的张淮太子墓 以及永太公主墓的有所不同 之前两座墓葬的变房 是早见在天井下面的两侧壁墙上 而这座墓葬 是早见在过洞的两侧 变房又称小刊 象征着院落里的偏房 这是第二个天井 这是第三个过洞 这是第三个天井 天井直通地面 象征着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院落 易德太子墓的墓道 永道 以及墓师四壁 当时一共绘制有四十多组精美的壁画 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临摹复制的 原始壁画在当年考古发掘后 已经都被揭取 现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唐代壁画珍品馆 那么 这些壁画当年是如何被揭取的呢? 这是当年揭取壁画前 在室外墙面上进行的演练 这是当年揭取壁画时的现场工作照片 古墓壁画的揭取 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首先 制作与壁画尺寸相对应的甲板 熬制一种特殊的陶胶 开始往壁画上刷陶胶 再贴上一层宣纸 这种天然的陶胶具有可逆性 在后期可以被轻易去除 又不会损伤壁画 在宣纸上再刷上一层陶胶 然后将一层纱布贴附于宣纸之上 点燃木炭 对壁画表面胶体进行烘烤 烘烤需要掌握的恰到好处 壁画表面胶体干截即可 开始切割壁画的边界 使用铲刀将壁画从墙体上剥离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地小心谨慎 剥离下来的壁画 依附在甲板上进行转移 去除壁画背后多余的泥土 对于比较大的壁画 还需要分割成若干块 分块截取 再进行拼接 清理完成后 再给背面也上上夹板 背面夹板的内侧垫有一层海绵 上下两层夹板间 紧固的程度要恰到好处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夹板沿木道抬出 对于超大型的 难以分割的珍贵壁画 还需要采取更为艰巨复复杂的方法 这是2014年西安郊外发掘的 一处唐代墓葬 最后将整幅壁画 连同后面的砖器墙体 整体进行了吊桩搬迁 好的 介绍完壁画的揭取 我们继续后面的参观 现在经过第六个过动 第六个过动结束后 紧接着从这里开始 就是潜涌道 从潜涌道这里开始 壁墙及楦顶全部为砖块孤器 地面也全部使用方砖铺器 这里有一道石门 在这里的楦顶上面 还有两座天井 来看一下抛面图 就是这两座天井 这道石门正好位于 两座天井下面的中间 门楣右上角这里 被打坏了一块 当年的盗墓者 就是从这里进出的 石门的各部位上 现刻着花 莲 凤鸟 祥兽 等精美文饰 再来看一下 已放在木道口的两个门扇 上面也繁密地 镌刻着各式的花鸟文士 跨过石门 继续往里走 大家注意看前方左手这里 这个是盗洞吗 看过之前张淮太子墓视频的朋友们 应该都已经明白 这个并不是盗洞 我们从地面上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 它通到了地面上的这里 这是一个通风竖井 再近距离看一下 这下面是木道及永道的所在 这是这口通风竖井 那么当年盗墓者所挖的盗洞 又是在哪里呢 根据当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的记载 当时在前永道的西侧 发现盗洞一个 长0.6米 宽0.4米 这个盗洞在考古发掘后 并没有保留 所以游客朋友们现在是看不到的 我们沿着前永道继续往里走 现在来到了前市 前市上部为穷龙顶 下部为边长约4.5米的方形 B墙上当时绘制有反映宫廷日常生活的宫女图 顶部当时应该绘制有星星点点的天体图 以及金屋 月亮 玉兔等图案 继续往里走 现在进入后永道 在后永道南端这里 当时装有一道木门 继续向前 前面即将到达后室 也就是关国所在的墓室 墓室靠西侧这里 安置着一尊巨大的石果 墓室的顶部与前室相同 熊龙之上当时也画满了天体银河星图 东面有金屋 西面有蝉雏 整个石果由34块石板拼合而成 长3.75米 宽3米 高1.87米 顶面为五垫室 这个墓葬 光果的倒掘方式 与张淮太子墓及永太公主墓一样 也是将石果最南端的这块盖板撬开 从这里进入 这尊石果内外壁上的石刻线画 也属于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这里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幅 这是石果门飞上捐客的戴布瑶凤冠侍女图 左边是针迹踏片 右边是临摹复原图 这幅图高1.4米 宽0.8米 画面中的两位侍女 连面柳梅 凤眼 纸鼻 樱桃小口 头戴凤冠 发簪不摇 上穿桃式 毯胸 宽袖短衫 下着长裙 照拢裙 腰际 搏带 玉佩祖兽俱全 袖口处各袖 鸾凤一对 根据旧堂书 直观志和大唐六点 公关上的文献记载对照分析 如此服侍者 因为掌公为管约之士的女官 负责掌管宫门和钥匙 在两位侍女的四周 装饰着繁密的蝉枝曼草图案 使整个画面华丽多彩 饱满风食 富贵吉祥 画面上方的门楣上 刻会有一对展翅欲飞的鸾鸟 起伏寓意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美好景象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点赞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